请观赏康熙《情索金殿》 请观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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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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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了凡陪你一块去巡抚衙门 一定会救出四公主来的 对对对 姑娘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七代大臣了 方丈大师您就在寺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我们一定能把贵室的镇山之宝给拿回来的 是是是 姑娘请 请 抓起来带走 走 不要乱玩啊七天大师在这 七天大师在这 放开我 来 为什么事先不找我商量一下 现在牧一成舟 找我来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找你来啊 不是要听你埋怨该怎么做怎么做 而是要听听你对往后该怎么处理的办法呀 我不是要让你吃后鬼要 这事实在是做得太鲁莽了 现在真的是捅在马缝窝上了 你不要埋怨嘛 埋怨于事无补啊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 该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 你光站在那儿干着急 有个屁用啊 我这阵子脑袋里 全都是浆糊 根本转不动啊 这是咱们两家 好几十口人命关天的事啊 转不动也要转啊 既然早知道 有关大家的性命 那为什么不考虑周相一点 这么大的事 竟然会让一个摔破的班纸来决定啊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有关的人全部抓起来杀命 那四公主呢 就是要先杀他呀 否则我们是惹过上身的 他现在人呢 在牢里 四小姐 我对不起你 我好笨哦 我问现在该怎么办 好了好了 你别哭也别紧 你快起来吧 你这样做 于事也无补啊 你把我的心都弄乱了 我问你 那庙里的和尚 是不是都被抓走了 好像 只剩下一些火宫伤犯的 那皇上的手照呢 也被拿走了 这该怎么办 唉 原来 出陆里的儿的环境这么优雅 你搬过来住 皇上也可以放心 我还真希望跟你们一起住 如果 如果 您不嫌弃的话 我跟春香就搬过来 一块陪你住 好啊 可是 那周培宫呢 我跟春香 就搬过来 一块陪你住 你是知道的 周公子 只是个房客 他不得志的时候 在我那儿 分足一间厢房 如今得到皇上的恩宠 有了功名 也有了交际应酬 总不能 连个公馆都没有 他虽说 没有想要另找房子搬家 但我也 不得不为他着想 再说 再说来访的人 总误会 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小翠姐 其实大家都认为 你们是很合适的一对 如果你们能够绝成联礼 那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 说实在的 我也不是没想过 他也不是 但是没这个意思 那又为什么呢 这两天 我就为了这事 都没合过言 小翠姐 您别难过了 怎么回事 他已经有了妻子 也有了孩子 小翠姐 别难过别难过了 什么事情慢慢说 您不知道 他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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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找到北京来了 你会 你会做出这种不忽廉耻的事来 小声点 小声点嘛 我干嘛要小声啊 我又没做狗且勾搭 我犯那招怕谁 我们说话 干嘛吵到旁边呢 你这护着那个贱人 吵到他 他算什么 一个小歌女 你跟他孤男寡女 住在一个屋檐下 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了 这算什么 你还说你们没什么 哼 这种话只有鬼才相信 我单身一个人 跟他分租一间厢房 能不托人家一个屋檐吗 你说话要讲理呀 你分租房子 什么人不好租 非要租一个下三烂卖畅的 他嘴巴都能卖 还有什么不能卖的 再说 一个卖畅的在天子脚下 哪有屋子租人 这话骗得了谁呀 春香 你说 这公管是不是你买给他的 我这当了多久的官 我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你当是怎么讲的 只要当上官 再穷有不怕 自然会有人送银子上门 那是我骂那些没骨气的人 当上了官不是如何报国 先就勾结地方是生好中饱私囊 那你不要钱了 我当然不要钱 那你当官干什么 吃点我的报复 哼 包裹 一斤多少钱呢 我告诉你 少在我面前说假话 也不为己天助地面 你 跟你这种人根本说不清楚吗 哎呀 当初怎么会娶你这种女人进门 你现在大官了 有功名了 怎么会娶我这种女人进门 我想你忘了 让我提醒你一下 你家穷 忍定担保 你老子又指望你读出正个功名 就给你娶一个身强力壮 年纪够大的女人 为你们家做牛做马 现在你出头了 就把我当双破血 留在家乡里边不闻不问 你倒说说开 这还有天理没有 就算是闹到皇帝的老子跟前去 他也会凭我有理的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 周公子 你们你们上哪去啊 我们到亲戚家住几天去 你拿什么东西啊 这只是我们家小姐几件衣服而已 拿来 你要知道 这屋里每样东西都是我们周家的 要走什么都不能带走 你说的什么话啊 你拿来 怎么呀 什么东西啊 你放小眼 是吗 到底呀 这里哪样东西不是人家的 你解释是被鬼蒙星 哼 却朝旧债 想不到天下 竟然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主仆亮 除了身上穿的 连剑换洗的都没有 我知道 您跟朱小姐 不会笑话我们 所以 所以就过来了 朱小姐 您不知道 她还会耍泼 好凶哦 我相信周培公不会任凭她这么做的 小翠姐 不管怎么说 这世界上还有个宫里在 不可能让她说是她的就是她的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那岂不天下大乱了吗 你放心吧 至少这世界还有个王法在 你能搬过来住 是最好不过的事 反正你就在这儿住下 周培公他们搬不搬走 你也别管了 谢谢师父 皇上驾到 这么热闹 皇上 免礼 大家坐吧 就当平常一样 不要每次朕来 把大家原本的高兴给弄没了 天方没来啊 他去办别的事了 嗯 皇上 这是 今天是你的寿担 我 我 我连我哪一年生都不记得了 更别提是生日 是朕找人帮你推算的 初生年月日算得出来吗 师父有没有听说过 铁满神术这回事 是不是宋朝邵康杰 他也做了一本黄极京士书 一些江湖术士依据他为人散流年的 师父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是根据个人的生成八字 来推算出一个人一生当中的福祸吉凶 朕就反问他可不可以反过来推算 他说照理是可以 但是不一定准 所以朕就把你的一切的遭遇 你都告诉他 他就以此推算 算出来 你是在魁魏年 禀宁月 丁丑日 魁卯时出生的 魁魏年是崇祯十六年 也就是李自成攻入北京的前一年 嘉定的事件 发生在顺之二年八月 当时他看来还不满三岁 照年份看来 算得还蛮准的 师父 您是说这个算得很准吗 既然连您算得不差 其他的我们何妨姑且听之 至少我们也有机会庆祝一下 师父说得对 所以正同太皇特别挑了些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 谢谢皇上 在百忙之中 还为了我这个小事烦心 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至少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以前看到别人庆祝的时候 我的心里 我心里总是好感动 不过现在好了 我现在也有个生日了 正不正确并不重要 有日子 总比没日子后 朱小姐 祝你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小翠姐 恭喜你 谢谢 太高兴了 皇上 小翠姐 以后就陪我跟师父 在这儿住下来 那太好了 以后又多了个贴心的人 来照应 请禀皇上 周培公求见 请 扎 臣参见皇上 皇上吉相 免礼 谢谢 谢皇上 周公子 你以后不必来找我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们两位吵架了 臣特地来这里 就是为了向小翠花 赔礼致歉 朱金刚刚从乡下来 蛮横不得的道理 不但多方误入小翠花 而且 而且还把他赶了出来 有这种事 朕倒是第一次听说 皇上 朱培公 跟小翠姐的事 除非您出面 否则 我看他们只有棒打鸳鸯 两分离了 好 依朕来看 您这位夫人 嫉妒性蛮重 要治好女人的嫉妒 明太祖 朱元璋 倒有个挺有趣的方法 这也不妨试试开 说不定 可以粗合你们两位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 锁不住的 时间 朱盈 逼 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让情缩在 方姐 你的头还昏吗 没事的 这点小伤 比起我练功时受的伤 不算什么 但是连日来的劳累 加上现堂上的纷乱 就算你身体再好 也是够折腾的 五公子 为了我的事把你牵扯进来 差点连累了你 我实在过意不去 方姐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罢了 倒是要谢谢小娟 要不是她把皇上的手照 及时的送到 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小娟 告诉我 那封手照你是在哪找到的 哦 那是 那是我无意中在柴房里面看到的 哎 我也去柴房里面找过啦 我怎么没看见 我 小胖 有些地方 小娟是比你细心多了 小娟 瞧你 眼睛都凹下去了 这几天一定都没睡好 又哭过了 你是不是怪我 零行前没有跟你话别 我是很懊恼啊 但是后来再仔细想想 我懂了 我还要你 我目前为止 还要估计 你们姐妹好好聊一下 我先回去休息了 小胖 把五公子 上次睡过的厢房打扫一下 招呼公子 梳洗休息吧 这里有小娟 是 五公子 请 谢谢 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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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你吃苦了 说出来恐怕你不相信 这几天 是我这一生中 最开心 最难忘怀的 方姐 你 你和五公子 那只是我自己在做梦 方姐 你以前常常说的 真恨自己 不是个男人 可以主宰命运 而 而你现在 你和五公子 那是我不知道 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男人存在 千冲君子 温文儒雅 我非草木 怎么能无情啊 小娟 总有一天 你也会明白这种感受的 嗯 原来 男女之间的情爱 是如此无法抗拒 方姐 你看 这斜阳西下的景色 还真是迷人啊 记得我上一次带你来这里的时候 你也准备第二天上路 可是碰到这么多波折 耽搁了你的行程 这不算什么 其实我的命 不也是你救的吗 你可是也把我从厄运中拯救回来 这是我记忆里最快一次偿还所欠的人情 其实我宁愿你欠我个人情 哦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就算你离开了 也许 偶尔还会想起我 哦 你知道吗 那天逃亡的时候 虽然很惊险 很辛苦 但是 是我这一生中 最堪回味的 我感觉得到 我是活着 我就像一只 逃出牢笼的鸟 虽然要躲着猎人 但是 我终于可以展翅而飞 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想不到这几天 对你的意义是这么的大 更何况 有你这么一位 温文儒雅的君子结伴而行 让我产生了很多美丽的幻想 方姐 你正是一位 让我由衷敬重的奇女子 敬重 虽然 我不敢奢望自己是个名门闺秀 但至少是个小家碧玉 我宁愿被关心 我宁愿被关心 被宠爱 你是说 你宁愿被宠爱 你也认真有你 你认真有有的 你心思 唯不得你 我们想多准备你 母亲 伍公子 我可以什么名分都不要 只要我能跟着你 伺候公子一辈子 好 方姐 我很感激你 对我的关爱和赏识 我也很佩服你 很勇敢的能说出你心里的话 只是 只是我的心 早有所属啊 那位女子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祝公子 早日取得美倦 那是我的一厢情愿 没有结果的苦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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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方姐 喝酸茶 小胖 你在为五公子准备行囊是吗 嗯 把这包东西 放在他的行囊里 要藏好 不要让他一下子就发现了 哦 知道了 小胖 我知道你舍不得五公子走 可是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方姐 你在说什么舍得舍不得啊 舍不得的不是我 舍不得的是你 在路上 你们聊得好开心哦 我都恨不得我没跟在你们身边 假如不干 有时候我都过意离你好远 让你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谈谈心 方姐 你知道吗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变了一个人了 温柔婉约 讲话轻声细气的 方姐 你一定是对他有情哦 就算我对他有情 又如何呢 那你就要赶快把握机会啊 方姐 你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种人了 你不可以放 小胖 我已经跟他表白过了 真的 那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人家 早就有人了 他就跟他人家 他也会 Candy 你太习惯了 你一定要杀手 你把握手 我做了 你真的要不要 估计你 你把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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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握手 你把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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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chemical握手 你把握手 我勉弱你 你懂吗 你快点行不行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 老李老子干嘛见我这么乡下女人呢 哎呀 你是当朝兵部官员的夫人 不在这乡下女人了 所以不论言行举止 都要庄重一点 哦 那你看我这样行不行 行行 轿子在等着呢 哎 等等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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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哎 你真是欠你太多了 你是周培公的原配妻子吗 是 我是周培公的原配妻子 刘氏 周刘氏 你抬起头来 是 朕听你丈夫说 你妒忌心重 蛮横无礼 你要知道 周培公是朝廷命官 周培公是朝廷命官 怎么可以随意欧辱 你该当何罪 这夫妻之间吵架半嘴 一气之下 砰砰撞撞 这是常有的事啊 再说打是情骂是爱 凡是夫妇多少 都会有这种事发生嘛 不知道这种家里的小事 也会有罪啊 起座皇上 昨今没见过世面 说话冲到皇上 请皇上受罪 这不要紧 朕在问你 你可知妻书吃条 妒忌是丈夫休妻正当的理由 这个七出之条 根本就是男人定的 对夫人来说 完完全全的不公平 这才是做皇帝该管的事 不过 当今的皇上是个男人 我说了这话也是白说 这个都不管了 我倒想知道 周培公他说了我什么 倒要请皇帝大人替我平平礼 你少说你这行不行啊 周培公 你不要拦他 你要朕替你平什么礼 他家里有田四母二分 瓦房三间 我一个人在家 不但要夏田插秧重道 收成晒骨 还得带孩子料理三餐 侍奉公婆 为的呢 就是好让他安心读书 能够求个功名 光耀家门 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 让他当上了官 没说给家里烧点钱 安慰家人多年的巴望 反倒在京城里 聘上了个卖畅的 我们家都在喝白鼠周围 他们给那个卖畅的 在京城里 买了栋四合院的房子 你怎么知道 他在外面买了房给人 又怎么知道 他在外面跟人同居 孤男寡女 共住一个屋檐下 难道非得成双成对才算数吗 再说 一个卖畅的 住得起这么大的房子吗 周刘氏 你适不适自 读过些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兴这类的 那就好 这一份 是小翠花家房屋的产权契约 你看看 上面有没有你丈夫的名字 不用看 名字一定是小翠花了 那你看看 这份契约 是什么时候定立的 顺至十五年 那时候 周培公 当官的没有 没有 您念出来 本人 周培公 既向小翠花女士名下 租得前院西湘黄一间 月租白银三钱 你 朕告诉你 当日周培公 落魄京城 多亏得小翠花 多方鼓励 周培公 得有今日的初人头弟 而且朕也知道 他虽然彼此关心 故乡照应 但是始终 清白无暇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 因为 在官场中 男人三妻四妾 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皇帝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朕的意思 是希望替 周培公 还有小翠花二人 做个兵人 撮合他们 皇帝要帮他做梅 要让他纳欠 朕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家务事 干皇上什么事啊 周流氏 你知道周培公 因为你过分妒忌 要休掉你 正好言相劝周培公 万事以何为贵 一来 你可以合理地享受 原配妻子的身份 慢慢地享受轻浮 二来 周培公也可以拥有小翠花 作为妾室 让他来伺候你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一点也不全 一点也不美 怎么了 把我丈夫 硬生生分给别人 怎么算是全呢 一个好好的家 非差点一个 谁也不认识的人 这又怎么算美呢 这原本是好意劝你 如果说你答应的话 朕打算封你夫人的封告 快快谢恩哪 谢什么恩哪 我不要当什么夫人 我找我丈夫 你如果不让周培公娶妾 你就连丈夫都没有了 他要给纳妾讨小老婆 我就死给他配 我让他知道 我说得到做得到 你宁死都不让他娶妾 对 我宁死也不让讨小 岂有此理 大胆周流氏 信凶狭隘 瞒不讲理 嫉妒心中 根本不配为人的原配妻事 好 你既然用死威胁 朕就成全你 赐你毒酒 来人 驾 我欺骗皇上 岂饶宿昨今的无知 他说话不是有意顶着皇上 岂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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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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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女不要嫁人了 明女谁都不嫁 多谢皇上的好意 明女 明女 ąd井玥做一辈子的老姑子 也不要嫁人 两次 请皇上饶了她 她没有错 她真的没有错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错 没有一个女人 愿意别的女人 跑来分她的丈夫 所以她说的话 没有错 请皇上饶了她 她的确是无心的 只是她心里怎么想 嘴巴怎么说 她并不是真心有意 要开减皇上您的 他抢你的房子 把你赶走 你还替他求情 朕看你的脑子 是不是搞不清楚了 请皇上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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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自赌酒 周柳氏谢恩 好 小翠瑶儿 我儿女就交给你了 好 娘子 甘子 娘子 怎么样 春香 你去拿杯浓茶来 浓茶 你放心吧 敢问皇上吃的是什么 醋 朕的由来 周夫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令人感佩 师父说的一点都没错 周培公的夫人宁死不屈的精神的确值得加许 而且对周培公你的情意坚如今时 你得好好珍惜 你与小翠花小姐缘分没到 只要你们彼此有情的话 一阵下来生再结缘吧 多谢皇上 明女知道了 刚才正看到你替周培公夫人求情的行为 身为感动 可见得你是心地善良的人 但是周培公就没有这份福气 以你美好的心性来看 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福报 你也不必难过 多谢皇上的好心 我会把这件事永远记在心头的 好 你起来 谢皇上 周培公 皇上大人 什么事 可不可以把小翠花取配给她 为主 她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好人 哪一个小老婆不巴望大老婆早死 她反倒替我求情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不应该亏待她 但是朕觉得 她还是不要嫁给周培公好一点 这 这是为什么呢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而你呢 你是一个心胸狭窄 经常吃醋的人 就算她嫁到你家里去 如果不被你逼死 将来也会成为陶妾 因为你的性格根本容不下她 我不会亏待她 我会好好待她的 等到你吃醋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以后再也不吃醋了 你可知道 在皇上面前可不能说谎哦 只要有一句不识 可要杀头的 我以后再吃醋的话 今晚杀头好了 好 一言为定 周培公 小翠花 你们选个好日子 准备完婚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 锁不住的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让情缩在我胸口 恭喜你了 到时候啊 就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島本 洋公公 您是 名珠大人 长远不见 您可好啊 托福 您有事 现在是谁住在里边 实在对不起 我们都被交代过 不准跟人家说是谁住在里边 是这样 您别见怪 皇上有口谕 就是里边的人都不准私下谈论 要杀头大 这么说来 我也不能进去了 这样好吧 您把名字交给小的 小的就给您通报一声 不用了 连里边主人是谁我都不知道 怎么好意思去拜见 改天再来吧 您慢走 请 小翠花可以随便进出 皇上还有口谕 这会是什么人 千万别叫小翠花 小翠花扯上了皇上 不然就忙了 小姐 人都被关在大牢里了 你还静得下心来打坐 父亲 我敢爱你 我还静着 你上 我 都被关在大牢里了 我听不懂 不懂最好 这世上懂得太多 烦恼也就越多 我真不懂 朝廷怎么会认命这种贪官污吏啊 这老百姓啊实在是倒霉死啊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耶路走多了 必碰鬼 这个狗官 他的末日就快到了 福大大人 他人来了吗 来了 在外面候着呢 靠得住吗 应该靠得住 叫他进来 好 小森叩见大人 免礼 谢大人 人长得也俊秀 装扮一下 年轻已经下奸 不过 此人 你俊一平 你俊一平 不如说 这中了 你俊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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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俊一平 要俊一平 你俊一平 你俊一平 可以俊一平 自主 四小姐 你是不是又想起皇宫里的 这是新来的重积犯 在这里画个压 大人有交代 不必再搜身了 还有 跟这两个重积犯关在一起 中犯 我们是中犯 小姐 你听见没有 我们是中犯 中犯是要主死 主连九族的 主席 我的天哪 我真不敢在皇下想了 不想最好 落了个内心平静 别忘了 这是个有王法 有明君的朝代 处死 将来谁会处死 还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 坐不住的 世界 爱上你 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让情说再无数 来人呢 什么事 你怎么放个男人进来 快进来看看 你快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别说 是 你别说 你别说 中国人私下雇了几辆马车 要到江南去啊 你也不薄 为什么你心存二薪 其实我这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留条退路啊 万一你这边东窗事发 军府大人或者朝廷查办下来 我们也都能留点老底 你这边东窗事发 好过下半辈子吗 你是为你自己留点后路 到时候我可是提头去见 这你可别误会 我怎么会忘掉你对我的情意 情意 夫妻 亲戚 甚至于父子 谁对谁有情意 我已经看透了 只有钱在我的手里 金银财宝在我的手里 才有情意 上个月 股东店里的账 你结好了没有 还没结呢 再过一两天 结好了就送过来 其实你早就结好了 就是不拿给我看 你心头有鬼 这怎么可能 你心头有个準備 我 我 你不肯定 你可以 你可能 你不肯定 我就很快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 你们要烧什么 皇帝的手杖 这个是犯了滔天大罪的 到这个时候我还管他什么罪 我宁为异岁不有瓦权 我连这本不全的金刚金我都把它烧了 让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 敢烧当今圣上的手杖 可知你们犯的是罪 这哥哥我不管的 都是他 废话少说 你要定什么罪随你定什么罪 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好 你的罪就让朝廷来为你定 这本金刚金我就送还给法华寺 你在我怀里靠 手紧紧的抓了 你不小心把你走掉 一不小心把你走掉 爱你越深情越糟 放不掉逃不了 又怕你的爱 又怕你的爱 向别人靠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让情说在我胸口让 好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心为你整个碎掉 好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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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为你整个碎掉 爱不断迷恋着你的好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不断迷恋着你的好 为你弃之后 为你做爱情的老 感谢观看